万万没想到,消失的他中的情节,有一天居然会在现实生活中真实上演。 据相关媒体报道,11月7日下午,在巴厘岛北库塔地区海滩发生了一起溺水事故。 一名35岁的中国男性黄某与其乌克兰籍的妻子,在海滩游泳时不慎被海流卷走。 其中该乌克兰籍女子被成功救出病送往医院,但35岁的中国男子则失去了下落。 一直等到次日8号,救援人员才发现了该男子的遗体。 很快网上便披露出最新消息,该乌克兰籍女子乃是知名Coser女网红卡琳娜,而遇难男子则是她的丈夫仲妮。 当时仲妮与两名朋友一起在巴厘岛北库塔地区海滩游泳,然而,突然的海流将三名游客卷走,其中两人被救出,但仲妮却失踪了。 由于天气的恶劣和夜幕降临,搜救工作不得不暂时中断。 次日早上,搜救队伍继续进行搜救活动,使用了橡皮筏和水下探测设备在受害者最后出现的区域进行搜索。 最终,救援人员在海中找到了众迷,然而,遗憾的是她已经停止了呼吸。 说起卡琳娜,想必很多人都有印象,她被誉为Coser圈当之无愧的女顶流,凭借着抑郁的长相。 188厘米的身高,在Cos圈非常吃香。 尤其是当她Cos男性角色时,更是在全网迅速走红,收获了一大批迷媚的关注。 几年前在网路上疯传的厦门地铁帅哥赵,照片中的帅哥也正是卡琳娜本人。 而本次遇难的男子仲妮,也就是她的丈夫,也是一名小有名气的网红,在社交平台上坐拥着543万粉丝。 仲妮本名黄晓峰,常年居住在厦门市,由于长相酷似日本男星小丽巡,甚至一度被封为厦门小丽巡。 她曾经参加过相亲节目,非常完美,当时天王扫方圆还曾在节目中对她表白,表示对她一见钟情,只不过却被仲妮狠心拒绝了。 后来仲妮邂逅了乌克兰籍美女卡琳娜,两人并于2016年结婚,童年还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柔西。 本来仲妮已经算得上是妥妥的人生赢家了,年纪轻轻便娶上了美娇妻,还与妻子一起经营着名利双收的事业,可她似乎却并不满足。 去年8月,演员兼作家子旺在网上发长文开思仲妮欺骗了她的感情。 她表示,在与仲妮认识的时间里,仲妮一直对外营造单身人设,并谎称自己离过婚,女儿跟随前妻在美国生活。 后来仲妮的一个朋友告知子旺,仲妮结婚了,但却并没有如她所说的离婚。 子旺得知后,立刻找到仲妮对质,可仲妮却表示她与凯琳娜确实没离婚,因为两人根本末结婚,没有领结婚证。 不过两人的婚姻也几经风波,据了解仲妮曾在2017年出轨内地女网红子旺。 仲妮在发生事情后称,凯琳娜患有产后忧郁,两人一直末去民政局领证。 仲妮形象也因此跌落谷底。 此后,夫妻俩一度宣布要暂停活动来治疗心理创伤,并携手渡过难关。 气不过被仲妮有意隐瞒和欺骗的子旺,跑到互联网上讨伐了仲妮。 她的长文在网上一旦激起了千层浪,也扯下了仲妮与卡琳娜甜蜜婚姻的遮羞布。 网友们顺藤摸瓜,莫想到居然意外发现了更多秘密。 首先,是在卡琳娜出镜的某个视频中,当她被问到,女儿柔西的出现是个意外吗? 时,卡琳娜给出了肯定回答,并怀疑仲妮可能当初是在安全措施上做了手脚。 毕竟肤白貌美的卡琳娜生子时也才22岁,连大学都还没有毕业就升级成为了人母。 有不少网友猜测也许是仲妮想靠宝宝来拴住卡琳娜的心。 其次,是在另一个视频中,为了给生病了的卡琳娜补身子,仲妮特意用茅台做了一碗价值3000元的鸡汤。 可卡琳娜得知后的第一反应不是感动,反而心疼起了3000块钱。 不停嘟囔3000块钱可以让她买好多东西。 有人表示卡琳娜作为头部网红,所挣到的收入绝非普通人可以体敌的, 而她却在不停地心疼花掉的3000块钱,足以见得平时在她手里的钱真的不多。 更有网友一语道破,表示卡琳娜一个外国人到中国生活,能依靠的也只有仲妮, 所以家里的财政大权都在仲妮手中,也没失磨稀奇的。 因此可想而知,全身心信任并依赖仲妮的卡琳娜, 在得知自己被戴绿帽后会有多么的无助与难过,可她却选择了原谅。 咬碎委屈往肚子里咽,大陆网友近日挖出关于仲妮的黑料, 只称她出轨不止一个人,而且可能早在2015年底, 也就是卡琳娜正在怀孕的时候就已经出轨。 甚至在卡琳娜生下小孩之后,还有多位网友曾目睹仲妮在2017年跟网红子望牵手外出, 质疑她长期出轨,引发许多人为卡琳娜抱不平。 消息在路网渐渐闹大,卡琳娜首先在粉丝群里发声, 这一切都是天大的误会,但我现在如果说什么来保护我的家庭, 大家也会觉得是仲妮比我说的。 这些照片和消息我全都知道,事情并不像看起来的这样。 但因为,她并未解释发生了什么事,还是有许多网友持续希望仲妮给的说法。 对此,仲妮终于在18日上午发出道歉声明,非常非常抱歉, 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回应。 事情发生的这段时间,我一直处于愧疚和自责当中, 现在我已经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, 在此,我向所有关心此事, 以及因为我直接或间接受到伤害的人致歉。 对不起,关于婚后和子望牵手约会仪式, 众你解释,子望确实不是小三,她是我的前女友。 我与她的恋情,我爱人知情。 许多人都知情,她声称,卡琳娜在产后陷入严重抑郁, 所以,两人其实一直默契领结婚证, 几度感情破裂,分居异国, 其中原因复杂,并不美好。 作为私事,我们从未想过要将之与大众分享。 仲妮和子望交往了一段时间, 但某一天,突然就被断绝了联络, 后来才知道对方已跟别人交往, 目前已经完全没有往来。 不过,她否认除了子望之外的其他出轨指控, 强调以委托律师团队取证完毕, 你们删也没用了, 我将采取法律手段维权, 也表示会自己承担所有错误, 希望大家不要再打扰家人。 再加上作为公众人物, 私生活暴露在公众视野中, 毫无隐私可言, 久而久之, 卡琳娜也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。 为了治愈好内心的创伤, 卡琳娜与众尼在9月决定暂停事业, 把更多精力花在调理身心上, 可令人万万莫想到的是, 他们仅仅消失, 二个月后, 就传来了众尼的死讯。 而随着众尼死讯的公布, 有不少网友也注意到了某些巧合, 并惊呼, 细思极恐。 首先是众尼出生于11月7日, 而她溺王当天也恰好是11月7日, 生日和继日意外地出现在了同一天, 其次是有网友巴厨, 众尼曾经分享过一个视频, 介绍她与卡琳娜的初相时, 就是在海边, 视频中的众尼与卡琳娜, 一开始还并排坐在一起, 可后来, 众尼便躺下睡着了, 只剩卡琳娜站起来先走了。 在结合起现实生活中, 卡琳娜被成功救出, 而众尼却永远醒不来了的事实来看, 两人的相遇和结束, 还真有点冥冥之中, 自有天意的感觉。 更神人的是, 曾经有网友在众尼视频的评论区留言, 就纵容你这一段时间吧。 反正也没时间了, 没想到居然一语成衬, 众尼永远地离开了人世。 但话说回来, 对于众尼的离世, 不少网友在吃惊之外, 更多觉得的是悲痛与惋惜, 毕竟一条鲜活的生命, 就这样离开了我们。 也有很多网友担心起了卡琳娜的心理状况, 她本就有严重的抑郁症, 又刚刚从死神手中逃过一劫, 内心肯定极度脆弱和不安, 还要承受失去众尼的苦痛, 未来又该如何是好呢? 而他们年幼的女儿柔西, 也永远地失去了她的父亲, 对于一个天真懵懂的女孩来说, 这将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 看完众尼与卡琳娜的故事, 也只能感慨事事无常, 生命脆弱。 对于众尼的遭遇, 许多网民因之前仲尼的出轨丑闻, 而表示无法同情更心疼和关心卡琳娜的遭遇。 但亦有不少网民认为, 卡琳娜和仲尼两人相约去印尼巴厘岛, 代表两人仍有感情, 希望部分网民停止谩骂, 并盼望卡琳娜和女儿能早日走出伤痛。 私人已逝, 还是希望卡琳娜能够从悲痛中振作起来, 带着女儿柔西好好生活下去。